但是有很多外國的朋友 其實也有來台灣買房子 在台灣買房 是什麼感覺呢 重點是 買了還怎麼樣 不敢跟家裡的爸媽講 今天透過節目才敢講 這假設買到鬼話是不是 想必應該是資金有一些問題 通過電視跟媽媽親情談話 有這樣的人嗎 誰啊… 哲平 你不在日本買房 你在台灣買房 因為我都在台灣 為什麼不敢跟爸爸媽媽講 對 因為 就是我爸爸媽媽聽到應該會 就是瘋掉 你是不敢講的原因是因為太貴了 太貴了 代表你能力好啊 有什麼不能講 他們其實也不懂台灣的房地產 因為台灣的房子還可以投資對不對 就是買了之後五年後 十年後 就是還可以賣的 還可以賺錢 對 但是日本土地有價值 但是上面建築的部分 20年 30年的房子 其實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價值 那今天我們就請他來炫富一下 怎麼樣 順便給媽媽看 給媽媽看啊 看有沒有在家裡所有人 成功的哲田 來 沒有 小小房子而已 就這樣子 哇 好漂亮喔 小小的 很漂亮 跟Kent哥的廁所一樣大 大概在哪一區啊 有可能 沒有很大的啦 對 欸 喔 哇 哇 這蠻大的耶 沒有很大 有 有 有看到照片啊 有啊 但是變得台灣太貴了 哇 買這哪 這在哪裡 就在南港那邊 南港 很不錯耶 南港 這位置不錯喔 南港長大化附近 日長 對啊 這天很厲害喔 小玉 小玉妳要跟她拚了對不對 我也是 我自己也是生完孩子之後 也是 自己就是買一個房子 然後他也是在 我們是買在新北市汐止那邊 就是跟南港很近 是 所以不要那麼高 是台北市 但是新北也是很接近 因為我們過個橋就到南港了 對 我們那時候買是大概 一瓶多少 一瓶45 對 OK 現在你知道嗎 五年過後會漲了 我現在賣掉可以賺多少 400萬耶 就五年耶 會繼續漲 對 然後如果捷運蓋完了之後 哇 剛好我們遞在捷運的旁邊 然後要進過一個地方 謝謝台灣 價差400萬了 對啊 我們在慶祝的時候 你看看是不是 誰有想過我們台灣的下一代呢 真的要靠這一代了 帶捷運嘛 對不對 讓大家方便嘛 但是真的是爽到 是我們有房子的人 怎麼樣 我是不是說出一些事實 真的 我也沒辦法騙 這個可以 也許可以剪掉 對啊 唉唷 這個 其實這樣的投資算很不錯的 房租 對 因為像我們外國人 對 如果想要有小小廚房 因為不想要有每天都外食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個小小 如果一個人住的話 那差不多2萬2萬多 至少要嘛 那每個月付這個錢 那還不如貸款買個房子 買個房子 對啊 就比較划算 喔 OK 講話越來越像台灣人啦 對 那都會有做滿多功課的 想說 比如說買在學區啊 交通比較繁榮的啊 是… 可是他們在座就有一位 跟大家對著幹 怎麼說 他就是要買在山區 真的假的 誰啊 等一下 說不定是陽明山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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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陽明山還有芬蘭 陽革大道是一區 像什麼那些插進去的 那個都往路燈 你早上半夜走你會怕的 會怕的 那些山區很潮濕喔 是哪一個山 哪一座 我們來歡迎山上達人 來 答一位 我這邊啊 喔 班傑 我覺得我有一點 我對這個 我本來租的那個房子 是在 信殿烏來區 就是 還不到烏來 但是差不多了 還好 那原因是 還好是租的 租的 租的你買 後來買呢 我先租是我要蹲點 看我是不是要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交通來上班什麼呢 我覺得 後來我習慣了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我 我美國長大 所以我 我半小時 一個小時的車程去上班 是 我可以接受 因為美國是很正常的 那我就用這樣一個方式去住 結果 欸 我的房東要賣了 蛤 他直接問我要不要買 對 然後 因為那邊是600萬左右 我就覺得說600萬 好像可以嘛 好像可以 然後 但是呢 他是 所以他要去查這個水源保護區 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 水源保護區 就是如果這個房子要重蓋 不行 不給我 所以他才這個價格 他不可以重蓋啊 除非他的那個 所以他價格不高 對 對 他是這樣一個概念 但是呢 還有一個就是你貸款 只能5成 對 但我頭期款剛剛好可以過 然後我就登口來你知道嗎 就是 你就買囉 就直接歸零 所有的錢這樣出來 我就沒有存款了 存款 所以 我就這樣子買嘛 因為頭期款太高 結果呢 我如果要裝修要200萬嘛 200萬我沒有 但是也沒有剛好 但是疫情發生了嘛 OK 疫情發生我就自己DIY 差不多花50萬 DIY 就搞定了 對 你好像也不是你中 有啦 還有啦 還有啦 這邊沒有牆壁嘛 橘色嘛 我就去找一些那種 日本日劇時代的那些 那種店面的那種 划行那種 他還練功夫 對 然後就把它改成這樣子 會滑 塗手去挖那個溫泉 溫泉 然後這個房子 其實看去去都是山嘛 這個地板都是陷下去都爛的 都要拆起來 從事那些 就把它分割變成廚房 把檯跟那個 哇 這是你自己 自己弄 自己弄耶 因為錢都花光了 不假售他 我水電都自己做了 整個弄完要多久啊 兩年 因為我自己做了 兩年 疫情剛好兩年 兩年為什麼出場 好一點的工作 你住在哪裡啊 他只能慢慢來 對 因為 因為剛好疫情 所以就是工作也比較少 就每天就去找一些 再利用的食材 比如說這個牆也是自己蓋的 後面有廁所 好厲害喔 那你兩年 你在變動的時候你住在裡面嗎 蛤 你也住在裡面嗎 我老婆這個階段有一點 不開心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我施工的一個房間 我要那個保養膠帶 就是有點像塑膠 就把那個區域分離 那邊可能會施工 我們就住這一區 我們就一直輪流 回去一區 聰明喔 完成了 對 就這樣會 對 烏來我們OK 好 我覺得喔 以班傑買烏來這邊 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投資 第二個是自住 以投資來講的話 通常買在蛋白區是比較難增值 這是一定的 那 如果說買在蛋白區 為什麼買在 喔 蛋白區 白症 我怕這樣會過貨 你不排除 是在蛋白區嗎 你真的不是蛋白區 對啊 蛋白區都不好 蛋白也是人 他也是有蛋 他也是生命 好 邊陣 你住在蛋白區 蛋白區的話 如果說買在蛋白區 想要增值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進場的時候 一定要買得比較便宜 像總價在600萬的話 其實就是跟週刊行情比 只要夠便宜買下去 買在蛋白都沒有關係 第二個呢就是要觀察說 這個地方未來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比方說這邊你會不會蓋個商場 蓋個全聯 蓋個7000 不會 不會 他沒有 他沒多 才脫牌地區 對 太舊了 OK 那我們就回到以自住來看 其實我覺得以自住來看 班傑買得非常非常正確 為什麼 會自住啊 對 因為大家在看房地上 都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增值然後賺錢對不對 可是大家想喔 這個房子如果增值你沒有賣掉 那它可能也算是 除非你要買第二間 可是班傑他買的這間低總價 貸款也不多 重點是空間夠大 又按照自己喜歡的房子去設計 其實以自住來講 這個是標準100分 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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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大叔住這個房子的時候 一個月租金多少錢 很便宜 多少 才12000 12000 但是我的租金 我們這邊的租金已經漲到 到17000了 17000 也還是有漲 17000啊 租金 最近好像我聽旁邊的都在租比較 但你看一下小玉 小玉的房子增值400喔 你的那一間是600 他已經增值400了 對啊 但是我住在溪邊 有那個大山 那個陽光 我六口也很開心 所以這個就是要的生活 他要的生活 這就是我要的 我住我又沒有要賣 他增值不增值 對我來講真的沒差 因為我就在用 那你至少要住30年好不好 因為你如果1萬7的租金 以12個月大概就是 有 我算過 你錢就是20萬左右 20萬30年就600萬 我當過房仲我知道 我快樂 我送啦 好無聊 待會兒 可以 再煞 usa 來賞 隨便 轉 紅